在12306年成为首都的一个发言中心 最近有网友问了这么一个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问的问题就是 这个硬卧的下谱该不该让别人来做 这个事情我读书的时候 因为价里条件还可以让我寒暑假放假 能够做硬卧 那个时候买卧铺呢 凭这个运气 当然也凭一点关系 能够买到下谱 但是呢你睡下谱的感受就是不方便 因为中谱和上谱的人呢 在白天的时候会坐你的这个铺位 你睡也不是嘛 坐也不是 当然其实这个硬卧车的走道上是有一些凳子的 这个自觉的人嘛 会坐到那个走道上的凳子上去 但大部分时候 别人会跟你分享这个下谱的这个床位 那我后来买不到下谱的时候 睡了中谱和上谱呢 虽然尽量不去打扰别人 但是总是有一些时候呢 不自觉还是坐在了别人的谱位上 而这一次12306的回应是 从使用权和产权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下谱人拥有这个使用权 那别人呢就不应该坐 当然你同意的话 别人是可以坐的 而事实上是在火车上 你基本上没有同意不同意一说 基本上大家也不会事先征求你的意见 如果他坐上去了呢 你往往反而还不好意思 让人家离开 当然有时候你出于火车上聊天交流 还习惯于邀请别人坐在自己的这个下谱上 当然所有的改变呢 应该取决于未来旅行方式的变化 和卧铺车厢的变化 现在的动卧呢 是那种纵向排列的 纵向排列的 基本上那个卧铺啊 本身它是有格栏的 就坐不进去 基本上就是说 你要进那个卧铺就得躺下了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这个变通的方法 所以铁路方面实际上是有办法 把一些尴尬之事呢 化解掉的 包括于软卧 软卧里面分不分性别 四个人居于一室 这个气味啊 各方面很难调节 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呢 所以这个铁路 这个一百年来都这样 一直执行这样的车厢啊 能不能再变化一下 转变一些思路呢 当然每一个人出门在外呢 还是应该这个礼让啊 我们一直提倡中国人的美德 礼让啊 所以呢 对别人友好一点 当然自己也知趣一点 是最好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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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